看回市场,现在肤升最高的市场是农夫山泉、施摩仪、中芯国际 你自己有看机会大不大,或者是否今次会大手多一些新的蓝筹股呢? 我觉得就算这样说,刚才说过一些股份 如果计算自由中市值,特别有几个农夫山泉、施摩仪 是很大的规模,如果以往简单进入蓝筹的条件 例如计算流通市值,计算这些规模,当然这些绝对有条件进入 所以这几只说的都不是今次才贴,可能过去几次贵件都有贴 所以算不算很有新意呢?我觉得也未至于是 还有我觉得如果以往今次,刚才也说到贵件的改革 之前说过可能去年中要到80只,现在只有64,变相还有十几只的时间 的确可能这一次或者未来下一次贵件 纳入的数目会突然大增,比以往三只来得多都不奇怪 可能去到五六只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多了这么多只的时间 其实以一个炒作的角度来计算,就更加没有炒 因为始终以往可能两三只,假设你炒入蓝、染蓝这批钱 都是这么多的时间,那你都是自己散落这两三只里面 但是现在有成,假设五六只,六七只的,其实都是这么多钱的时间 那每只平均流入的钱就会少了,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二年带来,我想这一刻其实是考虑市况 虽然刚才提到港股不算太差了,但是成交不是只有1000亿 那其实大家不是没有钱的,但我想大家就不是很狠 是多大规模地将这些钱进入市场里面 那所以还有没有那么多的意欲去炒这些染蓝概念呢? 那我觉得又未必说太明显著,而且始终过去这几次 二季见过炒了染蓝,可能都真的只有那一下 比如公布完之后,如果贴中的,可能下个星期一回来 弹过一日或半日给你,但是还有没有很持续的声势呢? 除非是一些很黑马的一个情况,就是之前没有贴过 突然间中了的,大部分那些贴中的话,真的只有那半日一日的炒作 那所以这些因素就很短,也都不是什么基本面的一个推动 那所以我就觉得,就为了只说染蓝的炒作呢 其实过去几次都不是太建议的了 那更何况今次呢,如果真的纳的数目是比较多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炒作味呢,可能更加少都不出奇先 我们下期待at 字幕視联系列 李宗盛